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要甜甜的味道 我要香香的泡泡 不要嫌嫌的远泪 我要星星都闪耀 我有情欢的梦想 穿越时空到处跑 衣服鞋子多得输不清 古装是要配套 笑一笑 跳一跳 快乐女孩没烦恼 相遇了 新歌糟 没有什么大不了 笑一笑 跳一跳 快乐女孩没逍遥 天晴了 空气中 都是成长的味道 记得要在光线充足的地方看电视和保持适当的距离 为什么黄龙每天上班都要坐飞机呢 看完这集就告诉你答案哦 到嘴 我带了一罐树米和种子过来 你不是说要带些吃了会开心的东西来吗 吃这些 既健康又饱 不就开心了吗 哎 我还以为你说甜品呢 你知不知道啊 人有时吃点甜品就会开心很多的 我们又不是人 那 这样子 任同学差不多了 不都嘴长吗 嗯 嗯 皇上 小心哪 还是让我来吧 皇上 要小心毒气啊 不要打个阵 啊 非之言是为龙体着想 嗯 那么 请皇上慢慢品尝外国使节送来的甜品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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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呀 啊 皇上 真的很好吃吗 朕只是觉得无法用言语形容它到底有多好吃 嗯 朕也想和其他人分享一下有哪位倾家想试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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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又是这些讨厌的小孩子 哇 皇阿玛 这个圆圆的东西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啊 对了 朕正想找人分享一下 思思你想吃 皇阿玛就请你吃一口吧 一口而已哦 嗯 好啊 嗯 嗯 思思你 嗯 思思真的只是吃了一口吗 哇 好好吃啊 皇上都没有仔细品尝甜点 哥哥就已经将他全部都吃了 似乎这样做很不对啊 嗯 算了 王亲家 王亲家 真想见下那位外国使节 问问他还有没有多的圆圆的甜点 奇饼皇上 那位外国使节昨天晚上就已经走了 我们也是按照使节吩咐的 加热这份甜品给皇上吃的 啊 哦 微臣有个提议 哦 难道王亲家有汗血宝马 能够日行千里追得上那个使节 不是的皇上 微臣提议举办一个甜点比赛 往腰城中好手做出最好的甜点比试 到时皇上就可以尝尽全国最出色的甜点 一定会找到一款比这一款更好的 好啊 那么这个比赛就由王亲家 你去全权负责了 格格那么喜欢吃甜品 不如由格格负责帮这个比赛命名 嘿嘿 那不识字的小孩这次肯定出城 好玩呐 哈哈 这个甜品外脆内软 华阿玛又舍不得骂思思这么心软 那这个比赛就叫做心太软厨神大三好了 好好 好 改的好啊 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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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嗯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嗯 嗯 厉害 谢谢 不用客气 弟弟 嗯 你在这儿就对了 姐姐你去哪里了 为什么那么开心呢 你还是先看一下这张黄宝 心太软厨神大赛 皇宫将会举办一个甜品比赛 弟弟 这次你扬眉吐气的机会来了 不行的 嗯 这次萝卜糕也会参加 所以你一定要赢他一次 不要了 你怎么这么没志气啊 其实姐姐你是开糖水店的 你去参加更合适 嗯 嗯 不好意思两位客人 我们要打烊了 嗯 刚开门不久就要打烊了 嗯 我弟弟 要去备战黄宫的厨神大赛 我这个做姐姐的 当然有决力支持他了 生意嘛 这先不做了 最多我不收你们的钱了 谢谢 谢谢啊 啊 你骂我吧 谁说我要骂你了 姐姐明白的 真的 姐姐你真的明白 是啊 姐姐明白你 从小到大都没有自信 所以姐姐知道 问你你是没有用的 早就帮你报好名了 你没有自信没有关系 姐姐我有很多呀 姐姐我会一直陪着你 我们两姐弟一条心 哼 一定会因为萝卜糕糕一次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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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思你在干嘛呀 嗯 思思 思思 我有办法 嗯 思思 起来玩游戏了 嗯 啊 玩什么 还想着玩 你看你 都把武装员给咬哭了 对不起啊武装员 你做梦梦到吃什么呀 都好吃得舍不得松口 不就是梦到 那个圆圆的西洋甜品咯 吃得很好吃的 我每天晚上做梦都想着呢 外面脆脆的 里面软软的 外面冷里面暖 又甜又滑 圆圆的 外面脆 里面软 你好像在说光酥饼 小咪 你不是刚刚才吃完饭吗 怎么又吃东西了 萝卜糕做了很多甜品 他全部都只是吃两口就不要了 我怕浪费 所以就帮他吃点了 小咪说什么呀 小咪他说 萝卜糕为了参加厨神大赛 是做了很多的甜品 那是当然啦 萝卜糕身为御厨 如果输给其他人 会觉得很没面子的 这个我懂 你真的懂 我也懂 既然我们大家都懂 那我们就去帮忙吃了 怎样 有没有觉得软呀 有啊有啊 真的 我的脚好软呢 你当然脚软了 竟想得出参赛的甜品 早上到现在都没有吃过东西 快点坐下 吃碗灵芝桂花丸子 补下身子 心太软 你说究竟是谁 想到这样的题目的 我听说 是格格吃过外国使节送来的甜品 然后想出了这个题目的 什么 你说思思格格 亲口吃过皇上最喜欢的甜品 嗯 那你快去问下格格不就行了 而且你和思思格格还是朋友嘛 不行 这对其他参赛者就不公平了 问一下嘛 我们又不是作弊 总之 不公平的话 赢也赢得不开心 我宁愿自己多花点时间去想 也不愿意耍赖 啊 你怎么了 又脚软了吗 不止双脚 整个身子都软 我想我 病了 我一闻到太香的味道就快打本体 格格猪在哪里呢 嗯 周围又没有人 不如问一下他好了 小猫稍等一下 请问你知不知道一个叫思思的格格 住在哪里呀 这个女孩小的时候是这样 很喜欢玩 而且又很喜欢睡觉 哥哥 哪有你扮得那么丑啊 喵 哎 怎么黄昏的猫那么笨呢 喵 嗯 嗯 这块糕点光是看就觉得很好吃了 一定是萝卜糕做的 哼 拿回去慢慢研究 不信这一次赢不了你 喵 喵 我用胡萝卜和你交换呀 喵 菜呢 菜呢 菜有营养哦 喂 究竟我要用什么和你换才肯啊 你别想了 喵 哇 哇 猫的猫这么熊啊 只剩一点点 做好过没有 赶紧收起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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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那个谁 什么事啊大人 呃 呃 呃 我现在肚子有些饿 你快去御膳房拿点东西给我吃 呃 你去哪儿御膳房不是在那边 呃 呃 你还是先不要去了 我的脚现在好痒 你还是先去打些水来给我洗洗脚吧 是 喂 井也不是在那边 那边没路可以走的 是啊 去 呃 嘿嘿嘿 打喷嚏 打得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嘿嘿嘿 你有没有搞错呀 不止不认识去御膳房的路 还连水井在哪儿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在皇宫里做事的 呃 话说回来 你那么面生 我以前都没有见过你啊 你是侍奉哪位主子的侍女啊 呃 大人 你看那边 看什么呀 呃 这人呢 你说什么 你说你想放弃 那 我是真的想不到做什么吗 你别这样 我给你一点东西看 可能会帮到你 我进宫虽然找不到死狗哥哥 但是误打误撞 竟然给我看到了萝卜糕做的糕点 啊 我不看 我不会耍赖的 我不看 哎呀 不用看了 全都化了 这糕点放在口袋里 因为有人的体温 所以就会慢慢的融化了 哎 以什么 我想到用什么甜品来参赛了 我要做一个这样的甜品 它的甜味会慢慢的融化 慢慢的流入喉咙里 对了 那我就用半细半潮的红豆沙做喷泉吧 然后我们再找一些新鲜的水果 蘸着红豆沙来吃 哈哈哈哈 太好了 我想到了 是啊 不用耍赖 以非你想到了 啦啦啦啦 哈哈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 师弟真开心啊 我们又见面了 是吗 我可不是很开心哦 嗯 总之 祝你一切顺利啊 别辞别辞 看 皇上驾到 参见皇上 大家不要浪费时间了 开始做甜点吧 嗯 黄阿玛 有好多东西玩呢 啊 是啊 不如让微臣来逐一位皇上介绍吧 啊 参赛者之中 有一位会做全国最大最高的寿包山 一位是会做中国的冰糖葫芦 外加西洋的巧克力糖果屋 一位会做双色芝麻糊火锅 而这位 哇 哈哈 哈哈哈哈 我经常吃龙鸡糖 但是从来没有食物用来跳绳 哈哈哈哈哈哈 爐门 你小心点啊 别甩到我的鳌鱼啊 哇 这是什么 哇 哇 好大风呀 王上奖心哪 王上 这部风机是用来做棉花糖的机器啊 哎 不要挡着震 哇 接着要介绍的是七尺高的红豆沙喷卷 哇 哇 好像很好吃啊 哎 这位姑娘我们好像在哪见过呀 又是这个小胡子 怎 怎么会呢 好漂亮啊 我从来都没有来过皇宫 难道我认错人了 啊 你们好像还有一个参赛者没有介绍呢 不过那些什么西米露 普通的东西不知道有什么好说的 嗯 这个可不是西米露 蘿蔔糕做的好像叫什么西米捞的 那究竟是鹿还是捞啊 是捞啊 是捞啊皇上 你看着朕干什么 是不是有话要和朕说 是啊皇上 蘿蔔糕想临时加多一些材料 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我们也是啊 你想加什么啊 不知道 哎 总之不要吃亏嘛 王大人你好 你在干什么呢 摘些菊花放在甜品里面装饰一下嘛 再见咯 嗯 她会不会是我的同乡呢 真的好面熟哦 啊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不认识鹿的宫女 哼 你竟然敢敢潜入皇宫办宫女 还敢戏弄王大人我 真是岂有此理 哎呀 你看下那边 什么呀 哎呀 哎呀 你不要走 各位参赛者还有三分钟 姐姐怎么还没有回来呢 哎呀 嗯 你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姐姐在不在身边都没什么关系了 你为什么要帮我呢 比赛要公平才好玩的嘛 而且今天不是我和你之争 是我们两师兄弟和其他人的比赛 我们哪个赢 我都很开心啊 时间到 请大家停下来 皇兄你怎么了 哈哈 皇阿玛的样子不像是在吃甜品呢 嗯 像是在吃苦瓜呀 嗯 不是 真有点牙痛 吃东西吃东西吧 啊 看看好不好玩 嗯 嗯 好吃倒是好吃 也很好玩 但是比起外国使节的甜品 始终好像还差点 皇上 现在轮到最后一道甜品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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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扣心凉啊 嗯 哈哈 哈哈 好好 西米不软不硬 甜度不多不少 痒痒都恰到好处 而且那种透心凉的感觉 就好像在河里游泳一样 真想问一下 是怎样做到这样的 启禀皇上 其实微臣刚才留意到皇上鼻头身疮 而且牙肉肿胀 而且牙肉肿胀明显就有上火的症状 所以微臣特地加了些干草制成的凉粉进去 帮皇上轻轻降火 吃下去之后呢自然就有种透心的凉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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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已经有结果了 新一届的心态软厨神就是 萝卜糕 不好意思啊 这次我说的心服口服 我忘记了师父一直以来的教诲 那就是煮东西吃 除了药材料好和技术经营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心 师兄 你做的很出色 恭喜你啊 皇兄 你说过会让我多加一个心灰大奖的 心灰大奖 对啊 应该颁给谁呢 我来宣布 今天特别增加了最继创意的心灰大奖 礼物会有十串大鲍鱼 获奖者就是 全场最高的七尺高 我们两师兄弟都获奖了 恭喜恭喜啊 不可以 但是我和师兄都获奖了 他之所以赢 一定是又靠耍赖了 还不让我找到你 哎呀 我都说我不是那个不起路的宫女了 那你别走 我都说我不是了 好啊 那你打个喷嚏来看一下 打呀 哎呀 你看一下你的后面 我这次才不会上当了呢 我这次才不会上当了呢 动不了了 你别走啊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嗯 好吃 甜心iQT 答案 为什么华罗每天上班都要坐飞机呢 因为他就是飞机驾驶员咯 公命的小朋友 你们一定猜对了吧 音乐 雨后的空气撒着方向味道 新的一天 随着清晨 日出又来到 朋友们总说我爱笑 无忧无虑自在没烦恼 心态好好 啊 转眼间快长大了 啊 想念每个人的微笑 感情分了 比天高 千万万千我们都夸过鸟 多么骄傲 更香啊 故事里面描述的那个情依阿道 手牵手别走掉 手不走到 唱起这首歌谣 这个天性的特好 的确却又不喜欢爱的回答 总爱说说想想 这个天性的特殊 这首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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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